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 收看 当然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的报道以及讨论 一起听见微笑的声音 在台湾的政治发展史上 1980年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 我想很多人大家都知道 那个就是一个在所谓的街头运动狂飙的时代 也是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变革 那在这过程当中事实上有很多事情的发生 在过去早期的这个媒体还是党国控制的时代 一般的民众要了解真相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其实有一些比较非主流的媒体 或者是一些比较从本土立场出发的媒体 他们却为了当时的社会记录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像 跟历史 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提过的人间杂志 以及这个自立暴戏 自立晚报 自立早报 当然当中也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留下影像的摄影记者 那其中有一位其实是我一直把他当作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偶像 谢三泰老师 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那这本书是他把当时的这个街头运动拍下来照片做成摄影机 今天节目来宾就是我们的谢三泰 三泰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怎么记得我们第一次记录的时候在什么地方 应该是野白河 野白河应该是在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阳明山 是 阳明山有一次 中山楼 对对对对 中山楼 中山楼应该是我们住民的正名运动 我记得 对对对应该在中山楼的门口 对对 应该我的印象里面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们被围堵在牌楼下 对对对在牌楼下 对啊所以所以 很谢谢你帮这个台湾的社会 很开心认识你 很谢谢你帮这个台湾的社会记录到非常非常珍贵的 这些历史的史料 也让我们在这个上课的时候 在谈台湾的媒体或台湾的民主化的时候 有很多的教材是可以拿出来做使用跟讨论 很感谢 可是我记得我最近就是看了你买出版的这一本书啊 其实这本书叫做街头剧场啊 我记得是过年七八月的时候我邀请你去这个奇经的我们当时办了这个跟台湾生活美学馆办了一个社照学院 然后请你去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摄影的这些概念啊 我记得是你跟我说你近年十五岁要退休 所以会出版这一本时间啊 那所以在65岁啊 要出版这一本书 然后在65岁这个其实又是退休是重要的这个时节哦 出版这本书你为什么要选在65岁 然后出版这本摄影机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其实其实借由这本书要去检验我过去的人生也要检验过去台湾的社会运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 当然少年有少年的想法 当我那个年纪到六十月以后我就开始叫我说我可能这世人有需要带我过期的东西 中心经历联老台湾检验过去的这些影像 那甚至就是计划就是是不是每年就出了一本书 所以一直到65岁 也出了好几本大概5本左右了啊 那这之间我思考过其实街头运动是我这辈子从事新闻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你刚才说我上面很多的但是因为是我剥关了很好 我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就是说今年邮管总统改参 嗯啊 啊 坚持到说一些年轻人 年轻人完全对过期的那一位民主自由的运动 完全完全没涉猎过 然后他们他们的想法就是 那个自由民主是贫空而降 一生俱来,我是觉得这个是 就是全人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努力跟抗争 才换来的 那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让他们年轻人知道 我不能说只有我们知道 我们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 那才有办法去往前推动 台湾的民主政治才有办法往前推动 这是我的循环 所以你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 自由跟呼吸一样的自在 或是呼吸一样的容易 其实呼吸并没有那么容易 要呼到这个空气其实是很多 经过了非常多的流血流汗 然后奋斗所 这个争取而来 所以你会觉得我们这个时间 现在这个时间 那应该了解过去 可以把我们到底是怎样的过程 为什么走到这个现在这个民主的这个社会 所以不管你对这个台湾现在的民主是默的还是没默的 但是过期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是我们的历史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事情 我说 就是 很出名 因为你基本上 这个 名称叫做街头剧场 另外 我看 我看 看到你在数位岛屿这个网站贴馆 搜集你的一些照片 这个照片的上面的标题 叫做街头戏 我感觉很差 剧场还是说戏 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好像就是一个演戏 是一个表演 但是其实我们又知道你做的是一个 即时的摄影 拍下的是当下的 这个社会运动 这个当下的抗争应该是一个真实 甚至是一种 现实的状况 为什么你也用巨码这个名称来去 命名你的摄影集 或者是去命名你的这个相片的 这个在在这个网站上面的一些栏目呢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好像是一场戏 就是 我有酸甜苦辣 也有 也有喜怒哀乐 其实我经历过这一段时间 其实 对我来讲也很虚虚化 比如说我林生 在我 30岁之前 这段这段人生只是 记得一句话说 不知道啊 目标是什么 但是我真的蛮喜欢拍照 一直到 87年解研的那一年 我才正式踏入新闻圈 用相机来当成我的一个 一个最好的传播媒体 那就是这样子 我经历了30年 看了很多很多的街道运动 不管是我喜欢的 诉求还是不喜欢的诉求 那我总是把它变成是一个影像 那当然这些影像 我在当时的即时新闻都有所谓的即时新闻的影像 那我后来填是我的影像 我尽量在编辑这本盛期的时候 我尽量避开 当时的所谓的即时 即时摄影 我是用比较历史的观点去看这些影像 所以我把它变成 所以我才会说这是一个街头的一个剧场 那因为这些这些戏码不断的在 台北的博爱特区 不断的每天上演 解研之后每天上演 那我要用什么样的观点去看 当然影像是很主观的 甚至我在拍摄他们的 我有一些思考就是我未来 假设 其实这个构思我大概30年前就已经构思说 这个就是一个街头的一个表演 表演的舞台 那我希望借由我的相机去 去拷贝 当时的一个情境 然后 到65岁这一年 我觉得我应该是成熟的 我应该去把它变成 我怎么去探讨这个政治 跟这些摄影的一个 一个多元性 那我甚至在思考 其实1987年大家都认为1987年就是解研年 那我 我后来在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 我自己 努力的思考 我发现 1992年才是真正的解研 为什么 大家来回顾一下1987到1992年 这样期间 1987年 许太案 许太台独案就是 泰有权跟许朝德 然后接下来1989 郑南荣的自焚案 也是因为 台湾现场 然后 接下来 就是独裁会案 包括六伟城 包括 陈正兰 陈正兰 是个 因为 因为 许恋文也好 因为看过 台湾人400年死也好 因为 有一些 台独 台湾独立的一些 一些 一些言论 也因此而被逮捕 然后 再一个事情 再一个事情就是 就是 台湾的异议分子 因为倡议 台湾独立的这些名单 因此 而不能够 自由反过 然后 因为1992年 刑法100条修正之后 才充分的 有 表达 言论自由 嗯 不是 我 我法刑定 1992年 才是真正的完全解缘 嗯 这是我 对于这本书 对这本书里头 有一个论述 和思考 嗯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 这个巨马的概念 不是什么真实与否 这些事情 而是我们在做回顾 我们在看这些 连续剧也好 或是这些戏剧也好 那 仿佛在看一场戏 但是这场戏 其实是一个真实的 那这个真实的戏 其实又是对这个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你自己在对这件事情整个过程的 想法里面 你会觉得刑法100条的时候 1992年废除刑法一条才是真正的截言 是最主要是因为 所以他把这个当时的所谓的二条一所谓的意图颠覆国土意图什么什么之类 然后把它废除掉 那变成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时代吗 是我是怎么这么觉得啦 就是你 也因为1992年修正之后 才 黑命丹才陆陆续续续回来 然后 这些曾经 被判刑的 也因此而获得 无垂开释 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大家去判讨的 那如果回到你自己 这当然是你希望你的读者 或是我们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 这些影像作品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思考 能够更了解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民主政治的 奋斗的历程 可是这些摄影的过程 对你自己 不管是你的生活 或是劳动 或是 这些事件 对你的政治启蒙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其实 当然 对我的影响很简单就是 我一直 在整个街头运动 都是这些人民的诉求 这样的诉求 也增添了我对人生的历练 那 也对台湾的 台湾的 台湾的一些状况 或者是台湾的历史 也进一步的了解 婴儿婴儿 也 就整个街头是我的养分 所以我一直 一直 不管是 过去拍摄的东西 还是过去参与过的一些 的运动的拍摄 对我来讲 我觉得 我 走到这样子 我已经觉得说 我必须要去出版这本书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本书我基本上还是以 就是台湾的庶民走上街头 而不是 而不是 没有特别标榜 这是民进党举办的 没有特别 特别说要拿几个政治人物 我要把他放大 放收入在这本书里头 我觉得所有的抗争活动 所有的 抗争的行为 都是台湾人民共同付出的 也共同的 必须要去负责 这是我的观点 这是我看 我看你这本摄影集 非常强烈的感受 也是我最感动的地方 我在那看 这些事件 然后都是看的是小老百姓 看的是庶民 站在舰车顶 站在舰车顶 站在第一线 野麦鱼的这些人 在你里头的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这是你特意要去选的 因为你就像你说 你要去凸显出 这个整个的变革的过程 不是少数投人 而是所有的人民一起努力的结果吗 我想 每一个政治人物 甚至说每一个 机会者 或是野麦鱼的这 我感觉 我必须要 等到盖棺认定我才有办法去 把他说 对我来讲我的主办意思很简单 你是一个政客 你是一个 完全没有坚持 你的理念 可能你从 中途 遭兵去 我感觉 这个人 我感觉 我就不需要进来 呀呀呀 所以 日本的台湾人民 因为 可能是 不知名的人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遭兵放餐 但是 我感觉 那是一个现象 那 这不过是政治人物 利用这个人 不要说利用啦 就是 请这些人出来控精 这是他 他会挑战的过程 所以我 我真的不希望说把政治人物放在 这个 这个篇湖里头 应该是要回归到这些人 是因为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 然后 这些穷州 这样 可能是 就是身家安全的问题 包括生命的危险 这都是他们 并无反顾的去执行 所以我觉得这群人是最可爱 没错 这就是我在看你这本摄影集 我刚刚提到过 是我非常非常感动的地方 就是表示 这是反映出你的 也许在一个新闻即时的 这个即时新闻的当下 这些政治人物是重要的 可是放到一个长远的历史来看 这些小人物 他可能是更重要 他可能才是一个 如果 只有政治人物 而没有这些所谓的一般的民众的话 我想这一场的变革 或是这一场的 一场场的运动 恐怕也都不会成功 所以这个其实那个 但是但是比较有趣的是说也是比较 遗憾的是这些所谓的小的人物 他常常是被历史给遗忘 他甚至也被政治人物给遗忘 所以我其实就是我为什么会特别感动的是 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些 真正的民间的力量 然后真正的走在 脚踏实地的走在街头上的这些人是 非常非常的 活生生的就在我们的面前 他可能就是在 跟我30年前走街头的时候 看到这些隔壁的大哥大姐 一样的那种样貌 一样的那种感觉 那回到这个街头运动上面来看 我们知道街头运动上面事实上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情绪 然后在街头运动当中 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冲突 那作为一个新闻摄影者 你当然 我们当然不会去强调所谓的客观 所以客观当然 我讲的客观不是说那个所谓的 两面并成那种立场 所谓客观 而是我们在摄影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冷静客观的去拍摄 可是在现场 应该有很多的情绪 你也可能会有感动 你可能会跟着愤怒 然后现场又有很多的棍棒骑飞 飞石头这样子飞来飞去 在过去的运动是比较激烈的 那你 你在那个当下 你怎么去兼顾客观 就是冷静客观的去 记录这一切 然后 会去考虑到所谓的即时跟美学之间的关联性吗 因为有时候你很考虑到即时 但是那个 构图要不要一起考虑 那些美学的东西要不要一起考虑呢 这我曾经想过 其实你 其实是对 即时新闻 尤其我是在晚报 我绝考的时间会很短 我要去思考一张 所谓的客观性的照片 其实有它的困难度 是一个很直觉的去 就是 就是把它变成一张照片 然后丢上去变成是一个 新闻图片 那我 我觉得当下 当下我可能 不是完全客观 我只是在整个视线 我认定 警察是对的 或者民众是对的 这个我还能去判断 那 所以我到后来 编辑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会跳 把过去那些 产生即时经文的这些影像 我尽量不要 我尽量用我 检视这几个 这三四十年来 台湾 民主动荡的这样的过程 用比较客观的角度 当然也是主观的意思去扁证的 那用客观的态度去分享给 分享给 不管是过去在街头运动的这些穷州 还是 未曾参议过的这些年轻人 其实就提醒大家 这段历史是不能忘的 这段历史是 台湾最精彩的年代 从一个专制的一个体制 进入到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阶段 是有它的一个代价 这个代价必须要去检视它 你不能一直觉得说 台湾现在就是这样 台湾现在反正 青菜欧白 这个政客就是青菜欧白公共的 青菜欧南一个 青菜 开一个支票 你就觉得说 他说的是对的 但是你要检视 要检视台湾 再来减持 我们现在的所谓的 虽然的 这些立委和总统好选人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在当场拍摄的时候应该很多的情绪 可是当我们事后在出版的时候 这些东西可能会 会是必须要更有条理的 或是冷静的去做一些筛选跟呈现 你在这个摄影的当下在抗争的现场 会考虑到美学这件事情吗 其实我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美学是一个 摄影本身以身俱来的一个 我觉得是本身俱来 比如说 我的海马会特别 特别发达 那每个人 比如说 有练过 我没有练过 专业本身的一些科业 我没有练过摄影 我没有练过新闻 这我都在球鞋阶段我都没有去碰触到这 我是反而我是骑蟹的 好那 就拿 就拿 从事新闻工作者的 的这些记者 可能30年 40年之后他退休了 但是他去检视他的照片 好像发现 都没有所谓的 可以 变成他这一辈子 一个所谓的 最后的一个 一个 一个作业 或者一个 一个累积 但对我而言 我觉得 我 我必须要去很 严肃的去面对 对待我的照片 我没有所谓的 美学的概念 我觉得 一个直接 什么时候盖和跨门 观景窗要框起什么样的角度 框起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这个都是 其实就是一个 下意识会进行的一些动作 至于美学 我就说 一个技术摄影 要能够 一个报导摄影 一个技术摄影 要能够拍的 有生命 拍的有故事 拍的有议题 他需要 对于 他需要有一个 很好过去的生活历练 他需要有很多很多 对于 这些事件也好 或者 就如我们生活在台湾 这个岛上 我们必须要对台湾历史 要有一些了解 你才有办法去进行你的 你所摄取的影像 这里头是不是有跟台湾的历史 有一些连结 这是我的思考 所以美学 美学是 忧人而异 美学是 很难去听闻 我觉得 他就是一张 可以表达 我的想法 可以表达 这个街头过程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每个人 每个人 自由 自由他 看照片的一套 自由 解读照片的一个方式 所以 我没有太多的图说 我觉得 就是各自解读 没错 所以日本摄影集里面其实 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图说 也没有太多自己的 权势在里面 反而有比较多 大部分 几乎都是这个事件的描述 例如说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那反而是用图片来跟大家对话 而不是你自己再添加很多东西 刚才那个 摄影的那个过程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你的眼睛 摄影机 应该说摄影师 摄影记者的眼睛本身 眼睛就是一个 就是摄影机 所以你的本身 你不需要透过摄影机去做构图 而是你的本身的人就在做构图了 你的眼睛 你的脑袋 你的精神 你的思想 这件事情就是在做构图这件事情 就是在做角度这件事情 所以你站在那 这个现场你要站在什么地方 你要怎么看 其实就是你的眼睛 就是你的人 做这件事 对就像你说的那种所谓的美学的东西 其实他会回到这个人本身的人生经历 他的素养 而不是那个 一些好像一个艺术的 纯粹的艺术的东西 而是跟这个人 他到底站在什么位置 站在什么角度 站在什么样的 观景的方法来看这件事情 而 他看的方法 看的东西也会反映出这个人的人文视野 他的历史的感觉 以及他到底能够看的多深 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山泰来继续 跟我们来介绍这一本书 以及他自己在从事这个 摄影记者做即时摄影的这些历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是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节目 因为这个网络视讯的关系 所以可能 山泰哥会被打马赛克 但是刚好也好了 打百赛 你可能不是很重要你的照片 比较重要 所以 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 也会看到比较多是 这个些山泰的 这个作品集的呈现 好 那今天的来宾是山泰 因为他出了一本书叫做 街头剧场 这本书是台湾的 政治的解研 前后非常重要社会运动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记录 在 在博客来或者是你可以到这个 西山泰的网站上 他的脸书上面 你都可以找得到这个相关的购买资讯 我自己看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感动很多的不只是我的回忆都 都回来了 包括 这些人的这种为台湾付出的那种 不管他在现场是一种愤怒或是流泪 或者是他可能是有某种的微笑 或是某种的 嘲讽的这些神情 其实都 不只是莉莉在目 而他其实都是各式各样的力量 所以 今天的节目要来继续来跟山泰来谈 这一本书 那 我想要再继续请教我们山泰的一个问题 这本书里面 你拍了非常非常多的事件 有没有哪一个 事件或是哪一张照片 你其实是特别的 印象深刻或是特别的喜欢 有几张照片 我大概提一下 就是说 在1987年 我记得是1987年的时候 12月20几号 那 那时候有一个团体叫做新国家文童 OK 那他们就是 这些创意 就是说 台湾应该要主管 台湾必须要有自己 有一个国家的名誉 所以他们就是主要新国家文童 創造一个新国家运动 当天的游行一直到接收路 到现在的凯道 到接收路跟公园路口 然后 当时那个 镇报警察已经都在那里待命 甚至要围堵 不希望他们能够闯入 整个总装红 距离这么近的一个地方 然后 碰巧 就是说在当天 在于 镇报警察跟 民众之间 我是站在 站在中间采访 我当时 就听到他们 有在 有在呼喊 有在干扣 说 民定的台湾光复节 那是今天台湾光复节 应该是台湾的一切日 对啊 这也造就了我 去思考这件造业 跟这些 最高潜力的一个冲突 所以我拍摄了那张照片 另外一个是 1989年的 一二二五 中山堂里头 聚集了一些 国大代表 召开了一些 国民大会的一些议程 那整个 整个 那个 不外特区完全被封锁 被封锁的时候 我们要 我昨晚报要去解稿 我在采访的时间 差不多引起 我必须要回 回到报社去洗照片 冲照片 发稿 等等 所以我 当我要跨过 中华路回去取我的 摩托车的时候 我发现 在中华路上 有一群小朋友 他们 就在那里 挥洒着他们 一辈子都 想不到的可以 前面的这个空间可以让他们拥有 就是说 那个 那个 所谓的 棒球场 中华路 变上一个棒球场 然后 那当年 对我来说 那是很梦幻的 那也是 很奢侈的 一个行为 所以我就把他拍了那张照片 那 那这张照片 后来你来解释他 那个中华商场也改变了 东华路也改变了 除了里头有一些政治上的角力以外 也有很多 当时台湾人民的感受跟行为 包括建筑的历史 建筑的历史 另外 当然就事件而言 我最清楚 而且最到现在 几乎都 都历历在目的那样的一个景象 就是 1988年 5月20号 台湾农民运动 产生了所谓的520事件 那这个 我是从 我大概 从 大概总共的拍摄了19个钟头 我就也跟着 跟着有情队伍 一路上 到 到立法院 产生了第一波的冲突 然后将立法院的那种招牌 愤怒的拆除 因为他们要 他们要借厕所 警察 拒绝 对 然后 警察会认为说 他们 是 借 借厕所之名 要进行捣乱之事 那我觉得 因为当时没有所谓的流动厕所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爆发的冲突 然后几波的冲突 一直到深夜的那一个 包括 大学生 进驻 在队伍的最前面 嘴巴喊着 坐下坐下 好平好平 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 和平的抗议的声音 但是没想到最后警察还是踩着大学生的 肩膀 踩着大学生的背 然后直接 通往 这些所谓他们认为的 暴民 做一个 严厉的期善 这一幕 到现在 都还是历历在目 一直到延续到隔天的清晨 然后 然后被逼退到 到西门町 然后 最后因为 冲散了之后 才结束了这一个 这个抗争的过程 那我当时 在开始 零零星星的震报 零零星星的抗议 零零星星的冲突 对我来讲 我觉得说 以前是不是因为 228就是这样 那你会说 会不会再爆发第二次的228 就一个记者而言 因为我曾经有看过 因为在那之前我看过228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 不是官方的历史 而是一些 一些 比较 不合人知的所谓的 禁书 看了之后 我在努力的时候 万一 台湾还有没有这样的 代价 有没有 需不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来进行 所谓 第二次的228 事情 那时候都会有一点点 担忧 忐忑 你刚刚谈到那几张照片 其实我的印象很深 特别是刚刚谈到那个打棒球 在中华商场 应该就是你这一本书的封面照 然后谈到那个 台湾光复节的那个镇报警察的那个画面 其实就是你的这本书的第一页 第一张照片 然后520事件 其实我不在现场 因为我那时候还在高雄冲考大学 补习班 补习 但是我被绿色小厨的影片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我从 电视上面看到的 跟我在绿色小厨 当时就有一些这种街头录影带就出来 我就在补习班的时候 同学就借我的那卷录影带看 我想说天哪 怎么跟电视做的都不一样 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种角度 然后讲到228 其实我跟你在228 也有一段的这种 接触 我不知道你会记得吗 我记得在那个济南长老教会时 那时矿野社版228平安礼拜 后面有一些跟228家属的讨论 我的工作就是去挡住摄影记者 不要进来拍这些人 因为那个时候我印象里面就是这些人 这些受难家属还不见得都愿意曝光 然后有些人都很害怕 所以我们在里面开会 然后的工作就是 我是年轻力壮的保全 人员 我那时候还在读说 就是挡住你们不要让你们去拍他们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忆 这个不只是一个 我们之间的个人的这种所谓的人生的记忆 或是接触 事实上也是在台湾历史上面很重要的 一些 一些荧幕或是很重要的记忆 那当然你自己说你自己不是新闻专科的出身 那我觉得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或是为什么你会有这些角度 那我记得你曾经也说过说文学是时代的笔 然后你从这个日志时代的文学作家的作品就开始读起 包括像赖和杨葵 吴佐柳 那你也提到说他们笔下的故事描述了非常多在威权体制下 东下阶层农工的生活以及苦难 这些早期的乡土文学唤醒了你对于成长背景的认知 那事实上你读的这些作品当然除了是台湾早期的在日志时期的这些作家之外 事实上他们其实都还有蛮有些都有蛮明显的左翼立场 然后或者是他们作品里面充分非常的这种所谓的关心农工的阶级 你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些作家这些故事 然后这些作家跟这些故事对你有什么样的启发跟影响呢 就是我讲的就是我在高兴的时候我就很叛逆 那实际上我就是一直 我觉得我家我爸爸妈妈都说他们在日志时代的时候 生活的很困苦 不像我们现在这一代 生活稍微稍微和缓一点 没有那么的辛苦 那 我觉得就是说 我就在乎他们说 有没有这种感受 那就是这样子 这样的对话 导致我后来想说 我想要了解说我爸爸他们 爸爸妈妈他们 过去那一段历史到底是什么经过的 老师刚好就有这一套书就是台湾 日志时代的台湾文学 那在细数的 文学里头在细数一些庶民生活 一些不满等等 那也导致我对于 对这个部分的文学我产生的兴趣 阅读了这些 台湾过去的历史脉络 然后也让我 又爱上摄影 那就是把这些东西加入在市营里头 用我的想法 用我过去所读的一些书 去进行做一些拍摄 那至于 至于 至于 啊 那个 怎么讲 啊我刚刚突然想过就 至于 228 是不是 就是 我刚提到520事件那一个 我连接到228 那当时是因为 蒋清国 1月13号已经过世了 1988 520是1988520 1210号 所以 我那时候会觉得说 会不会军人出来叛变 或是之类的 那个都是那个社会氛围本来是因为他们 国民党里头 李登辉跟 跟一些银派的在斗嘛 就主流跟非主流那一段时间 不管怎么样 我就在思考那一个 然后当然 后来是没有发生 那另外 我觉得说 你刚才讲 为什么 这些人的这些关心工人阶级 文工阶级 然后这些作者对你的影响 故事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那个 其实 就是因为爸爸 不执币他们的一些 过去的生活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因为我们曾经也 行过轨 古日子 也经历过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是不是要去 更同理心的去 面对这些人 不管很多 有人说我曾经也算是左派 那我不否认 如果再往前推 二三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 文学论战 那时候 我回归乡土这个部分 都我曾经有经历过 那这个部分 坦白讲 纵使是左派 后来也有分所谓的独派跟 统派 对 嗯 啊 那 左派并不是 并不是 统派的 一个一个专利 对对 啊 所以 或许 或许 嗯 我也不知道 怎么说 那当时 那当时 金文就没有什么 处理台湾 独派的 这 这 这的声音 嗯 但是 现在 你说有 啊 有 有 真的是 右派 哈哈哈 这个问题 应该是很複雜的 我们不能用简化的方式 没有 因为你过去的 说得不好 那时候 有所谓的 呃 因为 啊 白色恐怖的阶段 尤其是白色恐怖的 有所谓的台共 有所谓的日共 有所谓的 中共 嗯 啊 你很难去分辨嘛 啊 大家也完全都是把他当成是有共而已 嗯 呵呵 好啦 这可能 要找个时间 去 讨论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议题 因为台湾的讨论 这个都是 哎 简化并且标签化 改二分发 其实这很合作 不是一个人的认同 是这样 政治主张 他可以是多重 是可以多元的 他是可以交错的 但是我们都比这是非黑级白 这种讨论 我觉得 有些科学啦 他应该有更深的讨论 没关系我们练完 就有时间再做 来与这些议题 我心想 这应该好好说 不然大家都没办法合作 毕竟没办法合作 我跟他 这个也是 很弱的 非常有趣的一种状况 那回到你自己的这个经历来看 你以前是很重要的 在智力暴戏 我相信你也是在智力暴戏嘛 你也跟我说你觉得 你为什么选择智力暴戏的援席 因为觉得他是一份你想要的报纸 你想要的报纸 为什么你会智力暴戏 为什么你觉得智力暴戏是你想要的报纸 但是你又三进三出 这到底是怎样 其实我那时候 Q8次 我大概 有秀到解言的 因为民进党应声势嘛 所以有秀到解言的这个氛围 也有很多人打鼓勒说 你不要在高雄去那里 你去台北 好好找一个新闻 新闻公司的那个 我真的就是这样打包上来 上来之后 我去找了几个工作 其实也有碰壁 不是碰壁 就是说还是鼓励我回去高雄 是不是当特业啦 我的特业这样的一个薪水 不能维持我的生活啦 那 也后来有杂志社找我 主动找我 比如说像当时的 吴祥伟办的民进周刊 那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党外杂志 其实他的内容 有时候是有一些煽动性 那我觉得 他牵涂了一个 比较严谨的客观 那我就说 我希望找一个 符合我想要的媒体 那我就 到后来 在朋友的引荐下 就 就到资历网报 去 去面试 结果没想到 一看到我的照片之后 就 就答应了我 去上班的时间 那接下来 我就 我发现我在这个工作上 我得到了很多的快乐 也 得到很多的养分 然后我更了解台湾的一些 不同的面向 从新闻里头 我刚有说过 从新闻里头得到一些很多的资料 面向 那 我是 离开 他我做得很愉快 1987一直到1989 在南农自焚之后 然后 这段 之前 包社已经要求 要我去中国 也就是台湾 台湾跟中国 允许之下 第一批记者 前往中国采访的 的一些记者 文字记者跟圣语记者 那 我去之前就是因为 胡耀邦过世 我就 先执行 雅兴杯体操赛跟 亚恩联会 还有当时的苏联的 哥巴奇夫 哥巴奇夫 恍中 这三个新闻是我必须 所以 一开始就是 包社负以我的责任 另外 在 前 去的前两天 因为 胡耀邦过世 然后 天安门广场 开始集结了一些 学生跟一些民众 大家也知道胡耀邦是属于 比较开放派 所以他们对他有一些不舍 所以对他有一些 也对未来的政府 也有一些期待 对中国的政府 有一些期待 希望能够走开放的路线 然后就这样子 天安门就 大家都知道 一直到六四就发生了 所有的 那个 大 大规模的 驱散跟 屠杀 镇压屠杀 镇压屠杀 那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 我到5月23 24号 那 我就撤离 撤离 撤离之前是 澳社已经没有给我 任何的澳元 因为 当时也没有所谓的信用卡 也没有所谓的提款卡 更不要说 连手 手机你要打个电话 他跑很远 这样子的一个没有 资讯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还有这些 货币的问题 就是 金额的问题 所以我不得不 身无分文 剩下一张机票 撤离 撤离回来之后 没有多久 就是发生了六四 我一看到六四我就跟报社讲 我当时如果留在这里 留在中国 拍 执行这样的六四 六四的新闻 我相信 我会 拍一些 帮报社拍一些照片 也帮我自己 拍一些照片 但是 后来 所以我就很不爽的就是丢出赤城 丢出赤城就离开了 离开没有多久又把他叫回来 因为选举要 要开始 所以希望我回来 帮 老舍 讨选举的新闻 就这样 我 毫无自怯的又回去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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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待了三年 三年之后 我又离开 因为我觉得 新闻工作不能满足我 每天 每天都在执行一些 阿猫阿狗的新闻 早上 早上可能跑公祭 然后下午可能跑影视 晚上可能跑体育 要不然 台北要跑珍视 什么东西 什么新闻 一个新闻记者 每天在 搞这些 搞这些 你说会 会把照片拍好吗 变成是一个工具 而且 而且摄影记者 比吴志祺 更需要赶场 跑很多 我一天都跑很多地 所以 太神奇了 我很讨厌 所以我想 找一个 杂志社 去杂志社 当主管 然后杂志社 我觉得每天 就是 照片跟 新闻好像只是 只是一个 配图的 配图的工具而已 那我又觉得 新闻 新闻现场 比较好玩 又回到了 置聘 这样来回回 走了三趟 好 那走了三趟 那一直到最后一份工作 甚至 苹果找我 我也拒绝 因为我觉得 台湾的媒体 已经大概是 走 已经是 细扬工业了 那 细扬产业啦 不能是讲工业啦 那我觉得 以期这样子 不如退下来 自己去拍 自己想要的东西 甚至自己思考说 要如何去出版 我未来的摄影机 甚至我到 到大专宴校里头 当接任讲师 甚至许大学 也当 新闻摄影的老师 等等 我觉得 以期这样子 我不如去教育一些更多的人 这是我的思维 所以这是你会 进进出出的原因 这个进进出出的原因 其实也跟你的 生涯的这种 不同的工作的阶段 对于 工作的认知 或是对摄影的认知跟想法 是有一些很大的关联 那刚刚也谈到这个六四天安门之前在中国的那段时间 后来三太应该也在一两年前出了一本书叫做《吼叫1989》 那这本 这照片集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而且 里面有很多是 当应该是 这本摄影集才第一次出现被看到的照片嘛 对不对 对 那因为那时候是因为张兆棠老师 去 他帮文化部做一些 台湾比较重要的新闻摄影工作 包括摄影 摄影 摄影工作者 希望能够去做一些 资料的采集 包括录影 包括纪录片 然后 张老师 去到我家 就是说 你有什么样的照片 你不是曾经有去 天安门走过吗 你那些照片要不要拿出来 这是2018年的时候 去访问 2018 他就看到那些照片 就告诉我说 这些这么好的照片 这么好的经过照片 你为什么不把它 封住一室 我就说 六四是我一个未完成的任务 我 我觉得我很遗憾 这是我的缺憾 然后 张老师突然丢了一句话 说 摄影 本身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那他访问我说 你记得 记得 六四 的照片 哪一张最强烈 当然是坦克车那一张 其他的过程的照片 有谁知道有谁想过 有谁有回忆过 好 明年刚 他就说 2018年 隔年就是2019年 他说 明年就是30周年 30年对 那你要不要考虑 把这个编辑成一个摄影集 我说 张老师 如果你要帮我编 我说主 就这样子 两个默契 就 就这样子 产生了那本书 这本书对我来讲 虽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 但是 也有所谓的 遗憾的艺术 对我对张老师那句话 给撼动 呀呀 的确是一个遗憾的 艺术 但是 我觉得 如果你没有出现 出这本书可能是更遗憾的 就像那个 张老师提到说 大家只记得那张坦克车的照片 可是那个过程有很多很多 不只是你亲身经历 而是现实发生的事情 都应该要 自然给知道 给看到 这是蛮重要的 从你的这个作品 集或者是你的 这个作品来看 其实你的非常多样 例如说 你有拍人物啊 像我的志愿啊伸展台 一些弱势者的一种 展现的这样的一个照片 然后你有去拍一些定级 跟社会 例如说拍你的故乡 澎湖 或者是你的走拍台湾系列 然后你也会去拍 事件 例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 《吼叫1989》 在谈六四 或者是现在出版的街头剧场 然后你又有拍这个电影剧照 这个刘麻沟15号 这不同的拍摄主题 对你来讲有什么不一样吗 或者说你在拍摄不同的主题的时候 心境跟 呈现的方法 记录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吗 你自己比较喜欢拍哪一种 类型的相片 其实 其实都是 都有 都一样 其实不管是伸展台也好 或者劳动专业也好 基本上就是 拍一些 劳动样态的一个肖像 这个跟生活有关 那你说 火烧岛 就是刘麻沟15号 为什么我会出版这本书 其实在1990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在 在做一些田调 拍摄一些 所谓早期的政治 政治换 我那时候设定就是 10年以上我才拍 我大概拍了七八十个 拍完了之后 我整个拍摄的过程 让我很不舒服的 就是 你们家都是 同样的受人家 为什么你们自己 都在鼓掌攻击 互相攻击的原因是来自于 政府就是司法单位对他们的分化 对他们的一些 一些 行求 导致他们必须要 必须要提供他们的 他们的所谓的 共同参与这样活动的 朋友 他一直说 一盘 肉粽盘 大家都抓一盘 当然我就说 他是不是要事务还坐下来 去共同去 解释共同去了解 帮这个历史的拼图做得比较完整一点 这是我对他们的期待 后来我就说 我一度我就说放弃拍照 一直到20年后 甚至到30年后 我就 因为 20年前 10年前我 帮刘马沟这些 华尔桑 再度重拾我的相机去拍 面对这些人 我听到一些感动的故事 因为台湾很少人知道说 女性的 真的受乱者 OK 所以我对他们 对他们拍摄是有兴趣的 拍完之后 就成为一本 一本文本的诗 文本的一个 一个 历史 口述的 历史口述的一本书 那是曹青龙曹老师 所编撰的 嗯 好 那 刚好就是 前天 历导 要拍摄 雅文志 就是说 雅文志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嗯 好了 我就戴了三天的衣服 看一下 想要回来 嗯 结果就 戴了三套衣服 在那拍了十五天 我想藉由他们这些演员 嗯 是不是去 融入到我过去采访他们的这些政治 这些政治受乱者的一些 一些经验 他们他们劳育 劳育生活的过程 我想从这些 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竹子马迹 嗯 或者跟表演把他复制成一个 一个真的我在现场的演员 纵使我50年代我在现场 我也不可能有拍到这样的照片 所以藉由这部电影 来拍摄 我想要 我想要了解的一些政治化的一些 生活点击 嗯 以至于 我就说 其实 不管是街头也好 不管是 一般的庶民生活也好 不管是劳动村也好 不管是 不管是 去照也好 不管是 真正的 生活的实况 那种陷阱 那种所谓的 走歪 我一直在关注这些议题 但是我要回过 回过 就是 我是用我过去的生活经验 我去翻拍 现在的历史 呀 现在的人物 成为 未来 的 可以 去了解 我们现在 当下的一些历史的 证据 不能讲证据 是影像 嗯 嗯 对 所以 所以 其实让听下来 其实 就是 三太不是只是在做 及时的摄影 他也在保留的历史 他甚至透过这些整理 或是甚至包括这个流麻沟的这个经验 他也在线的 这是所谓的历史 这也就是 为什么 我这样比较懂 为什么叫做剧场 这件事情 就是 他不是一个真假的问题 而是他让他再次的呈现被看到 让我们就好像在 这种所谓的 看电影一样 但是但是它是一个真实的电影 我们再重新的回顾 这些台湾的历史 而同这些历史的过程 或是那些当下的影像 可以再重新的做反思跟 思考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 那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 摄影师就是 镜头 那这个镜头的好坏跟这个摄影师 是有关 而不是那个机器的本身 或是那个机器的这个等级 他的光学镜片 他的什么什么东西 对而是摄影师的本身 这个摄影师的本身 他就是一个好的镜头坏的镜头 或者是能不能够更 看到inside那种洞见的镜头 而这个跟 你的生命经验跟整个人的 素养 整个人的养成 或是整个人的关怀是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今天非常谢谢 三泰哥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这本街头剧场 非常非常好看 那三泰有很多的摄影集 我想在网路上面 或是在一些书店上面 或者是你到谢三泰的 这个粉 脸书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那今天非常谢谢三泰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讨论相关的议题 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谢谢 197 rama